哎呀,我去灌劲了 没天理啊 哈喽,大家好,是大熊 一起来看一下15年的四景赛 这场巅峰对决 当年可是灭掉火箭 跟小特会是半决赛 看法稍稍有点高啊 不过好在篮球角度玩笑下 这15年的小特已经成长得很不错了 相当好 但是那个时候时运差了一点 所以说在四景赛 是要集天使地利人和和状态 各个因属于一体 才能够笑到最后 不过要超分还是需要库边的红球 需要处理一颗 看是处理右边还是底库 黑球的角度 正的话,右侧的库边啊 角度还是有点小 没人可以出来 两人防守了一会儿 来到最后的决胜时刻 这跟小特想往黑球后边防 轻了一点 应该是没漏 应该是没漏 哎 哦 这球差一点点啊 差一点点 差一点点晕 差一点点坐上 26点 差一点点 差一点点 那是一个好几个红球 在红球上 还有红球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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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超分 超分 小特这时候球杆还没换啊 很重 我记得他这个球杆 他以前喜欢发力 喜欢表演 那他的球杆 就要更重一些啊 近期咱们看到他换球杆了 也是在专攻吸力围球 这球怎么了 关锦吗 哇去 我的乖乖 太蛮横了 这个 不光是打进 还是关锦的啊 一个字 刘字母 加左手 加杆 来到这不灌带 好像都对不起这个球台啊 对不起这个氛围 哇去 看小特打球 不会打瞌睡